喂 你们是谁 嗯 物证确凿 来吧 坦白从宽 我劝你不要蛇好我的耐心呢 一派胡言 我 我还会怕你们 那你确实应该害怕一些 你做了错误的抓他 哇 全是那么不好对付的人吗 是一只子 豁出去了 留了 留了 饶命啊 叫得有点晚了 差点收不住手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知道怕了 您刚才跪手 自己交代吧 你只有一次机会 别让我追问 否则 我明白 我非常明白 这不是快过节了吗 我也想买点东西 改您别看我是盗宝团的人 但我平时对小偷小摸的事情 没什么经验 好啊 你还速起苦来了 不敢不敢 我可都是实话实 你继续 我想来想去 最后回忆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山贼吹响号角 姥姥带着我们拔腿就跑 我就 我就按着记忆中的曲调 试了一下 刚开始只想试试看 那送到嘴边的肉 岂有不雕走的道理 我 我是说 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这东西我原样给他们还回去 请 你是想从轻处理 或者私了 别让你在牢里过海灯节 是 是这个 小算盘倒是打得不错 可惜我最初要你坦白从宽的时候 跟我走一趟吧 先生 把东西还了 随我找到当事人 当面赔礼道歉之后 我再押送你去总务司 你也曾是受害者 应该最能理解 那份害怕的心情才对 难道贪欲比你的恐惧更重要 再说 有那份才艺 找点正经活 不是很能养活自己吗 您说的是 我点到为止了 你之后 有的是时间慢慢反思 收尾工作 我会顺手处理掉 我们就在此告别吧 还有什么事吗 暂不清楚你们的消息来源 安全起见 回去后不必向任何人提及我 搜查和抓人 原本就是你们在处理 这份功劳归给你们 并无妙误 收下它吧 我会很开心的 再见 预祝你们海灯节快乐 叶兰做事真利落 交给它就放心了 将将 突发事件 奇怪的旋律已完整